黑雕 什麼大一條黑雕 大家好 我是阿新 這幾天天氣太晴了 那晚就沒什麼出去收 現在出去收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負荷 好美 好美 天气太晴了 大便宜 好大一条 因为天气这么晴 啥都没有 这条可以 啥都没有 就上来一条这么大的鱼 这条10多20斤了 真没想到 还这么晴的天气还上来一条 几十斤 不大 不真正大 不真正大 希望每个蚊鱼都买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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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条 大黑条 这么大一条黑鱼 这么大一条黑鱼 哎呦 哎呦 还没刷过这么大的黑鱼 这条 这么大 它有三 有三 四斤 四五斤 哇 一条五六斤了 一条 过多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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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很感觉 那啥都没有 进上来大鱼 还有没有 又是一条 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日子也太好了 还有这么好的画 太幸运了 包抬了包抬了 想都不敢想的 那都是这么大 都是这么大 都是这么大 哈啰 这么爬的也很美 是 一碗一碗一碗 希望每个碗都来一碗 这个 这个啥都没有 很长时间没做到这么多大发 你看这个没有的话 啥都没有 啊 收完了 回去了 现在浮一排了 今天就大收获 大棉鱼的 然后大黑鸟 两条大黑鸟了 你看 你看 这么大 这么大的鸟 二十几斤 这么粗 你看 还有这个大黑鸟的 也是个 四五斤 一条有个四五斤 你看 很粗 快粗了 然后现在 以为今天天气很晴了 啥都没有了 没想到 基本上每一碗都有大鱼 然后 炸鱼的话 基本上今天也没有 几条大泥鸟 虾也就好几条 就几条而已 基本上也没有 现在就把这 鱼 带过去卖给鱼饭了 两条大黑鸟 差不多十斤 卖了五百二十块 然后 那 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喜欢的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然后 那条鸟鱼的话 现在 还在联系中 已经这 野生的 又值钱了 可能今天这条价格 就高一点了